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欢迎来到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为了规避银行信用政策和房产限购政策 广州一名男子和结婚7年的妻子假离婚 还签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书 可是没想到妻子假戏真做 不愿意跟他复婚了 那么最近海珠区法院最终判决离婚协议有效 这名男子真的就净身出户了 大概案情我们先一同跟大家来了解一下 今年47岁的陈亮和小他9岁的刘芳 这里面都用的是化名 结婚已经7年了 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 那么据陈亮说呀 婚后呢 他和刘芳共同在佛山和广州分别买了房子 而且也登记在刘芳的名下 但是呢 是属于夫妻两人的共同财产 2015年8月 他和刘芳又准备在广州南沙买一套房子 但是呢 刘芳告诉他 因为他个人信用记录的原因 造成他没有办法 以他自己的名字来签订这个购房合同 为此呢 刘芳就提出要以假离婚的方式规避限购政策来购买这套房子 那接下来呢 这个两人就自然办理了 而且呢 还到民政局签了离婚协议 这离婚以后 刘芳就和开发商签订了购买房屋的合同了 房子买了 这婚也就该付了 那陈亮呢 就要求刘芳跟他赶紧复婚 但是刘芳呢 就一直拖延 直到2016年的9月 刘芳明确的向丈夫拒绝复婚 并且呢 还拒绝返还属于陈亮的所有的财产份额 那么主要的依据呢 就在于两人在离婚的时候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这个离婚协议书上约定 两人在佛山和广州的房子都归刘芳所有 陈亮自愿放弃属于刘芳名下的财产 那女儿呢 也有刘芳抚养 陈亮每月还要支付1500块钱的生活费 那陈亮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人才两空 这让谁也不干呀 2016年9月 陈亮就向海珠区法院提起了诉讼 起诉刘芳请求法院撤销当时的离婚协议书 变更女儿的抚养权 并且确认佛山和广州的两套房子为双方共同所有 那么就是这个案件 到底假离婚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后果 为假离婚而写的离婚协议书有没有效 那约定的房产到底作为丈夫的陈亮还能不能够得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云南大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婚姻家庭部主任 国家婚姻家庭咨询师 谭英律师给我们一起聊一下 谭英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感谢谭律师 为了购房 规避税费 假离婚的现象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挺多的 不止陈亮一个人遇到了 其实我们所说的假离婚 其实大家感觉的意思就是 不是双方真的要离婚 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离婚 其实双方的感情也还都挺好的 但是法律上对这种假离婚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或者是怎么认定它的法律后果呢 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讲 并没有假离婚的这种说法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 只要双方当事人去民政局办了离婚证 或者去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么只要办了这个手续 那么它就是真正的就会达到离婚的这种后果 就不存在说什么假离婚真离婚的说法 所以法律上对这个假离婚是没有定义的 我们讲的只有离语不离 只要你办了手续 你就是真的离婚了 所以这个老百姓呢 就有一种误区就觉得好像 我们不是真的离婚 我们是为了够房 我们做的假离婚 但是这个并不是法律概念上的假离婚 法律上只要你离了 他就是离婚了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离婚两个人 还签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就是把房产和子女的抚养这一块全部约定了 房子全部归流方 女儿的抚养也归流方 还要支付抚养费 那么由此产生的离婚协议书 也就应该是有效的吗 从法律上讲 离婚协议如果不存在欺诈 胁迫的这种情况 那么它就是有效的 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 双方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 那么实际上是双方自愿签署的 约定就是说所有的房子归这个女方所有 孩子也归女方来抚养 虽然就是说他们当时签的时候 可能是双方协议上过 我们不是真的离婚 我们是为了购房 我们签这么一个协议 但是从法律上来看 它这个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的 当时并不存在女方欺诈 或者胁迫男方来签署的 所以从法律上来判断的话 他们对这个离婚协议 是一个合法有效的一个协议 那陈亮就觉得 这根本不是自己当时真实的意愿呀 只是为了规避一些限购政策签的 那么这样的理由其实也不成立 对的 就刚才讲了 我们国家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你在签署离婚协议之后 一年内 如果就这个财产问题反悔的 那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变更或者撤销 但是法院受理之后呢 就要来审查这个定立这个协议的时候 存不存在欺诈胁迫 只有这两种情况 那么才可以撤销 但是刚才也分析了 虽然说是为了购房来签订这个协议 但是是双方自愿的 那么既然你双方自愿签署的 那你就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 法律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他以这个说是假离婚 这个理由要求来撤销这个离婚协议 这个从法律上讲 是不能成立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件呢 一审他判决是驳回了 陈亮的全部诉讼请求 也是陈亮败诉了 那么陈亮上诉以后 广州中院在最近呢 也是二审驳回了上诉 维持原判 也就是陈亮他主张房产也好 还是主张孩子的抚养也好 最终都没有能够主张得到 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自己签了 这个离婚协议书 这个陈亮肯定是会觉得冤 我们也都替陈亮觉得冤啊 陈亮呢 为了能够复婚呢 他双方当时也曾做过一个约定 就是约定购房以后复婚 但是现在刘芳 也就是他的前妻了 还不同意复婚 那么当时约定的这种复婚 也没有效力吗 当时双方约定复婚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到了事后 有一方不愿意复婚呢 那么他这个自然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国家是 遵从的是结婚自由 离婚自由 也就是说结婚与否 或者离婚与否 都是取决于 当事人自己真实意识表示 这个也就是我们国家 法院或者民政局 就说处理这个离婚事宜的时候 一定是要要求 双方当事人 必须本人亲自到场 比如你到法院 打离婚官司 你委托律师还不行 你当事人本人必须到场 也就是要体现这个 结婚自由 离婚自由 就是说你当事人 对于自己涉及身份关系的权益 你必须亲自到场 去表达你的意见 包括结婚也是 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都必须是男女 双方本人要到民政局 去亲自签字的 那么具体到本案 虽然当时 双方口头是有约定 说购房后复婚 但是在后来购房后 那么女方不愿意复婚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任何人不能强迫女方说 你要履行当时的承诺 那么当时的那个约定 实际上就是无效的 在一方不愿意的情况下 就是无效的 那么本案当中 就是这个女方 购房后她就反悔了 她不愿意复婚了 那么这种时候 没有任何人能强迫她 所以说也就是说 当时那个口头的约定 对于这个女方 是没有约束力的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 这个作为妻子的刘芳 诚服很深啊 她为了离婚 能够得到财产和女儿的抚养 整个这一个计划下来 看着都天衣无缝 这个陈亮就这样就被骗了 被骗了也没办法 陈亮只能吃哑巴亏了 是的 这个事情呢就说 感觉陈亮这边是有点冤啊 实际上呢 我觉得还是 陈亮自己的法律意识不够强 你说就是真的 他们是为了购房 要办理离婚的话 那么既然新买的房子 是要落在女方的名下 因为我看案情表述当中 为什么要假离婚 就是因为男方 她自己好像这个真性上 有瑕疵 就是她不能再贷款 那么既然这样就说 新购的房子要落在女方名下 那她其实完全可以提出 当时离婚的时候 原来的房产 要归男方所有 那这样她就可以保护 她的权益啊 但是你看本案就说 前面的房子 离婚的时候 全部归女方了 后来新买的房子 也全部落在女方的名下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男方 可能当时也是 一个是法律意识不强 第二个呢 可能也是对女方各度的信任 就是对双方的感情 也是各度的信任 就没有意识到这种离婚 会带来的一个法律后果 所以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现在确实整个的这个事实 对她是相当不利的 但是也没办法 就是说你成年人 你自己做了这样的行为 你当时选择了 要以假离婚的目的来购房 那么不管这个结果 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那你自己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所以呢 从这起案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假离婚 它的风险可见一斑 你看为了买套房 这丈夫陈亮是赔了老婆女儿 最后连仅有的财产 房产也都没了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中国民政部 每年发布的 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 中国的离婚数呢 在2013年是350万对 从增长率来看 2013年这一年 离婚的增长率高达12.8% 那么这也跟当年的 国五条出台 二套房开征20%的个税 是有一部分关系的 那房价上涨越快的城市 离婚和楼市政策的相关性 就越明显 这个是相关的数据显示啊 那么除了买房 当然有一些人选择假离婚 还因为比如说淘债啊 转移共同财产 或者是骗取房屋的拆迁补偿款 以及放开二胎政策之前 为了多生一个孩子 等等都会假离婚 而为了达到一些目的 假离婚这个事 谭律师你怎么看 首先呢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倡导的 因为它其实都是为了 规避相应的这个政策法规 就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 那我们认为呢 实际上这个从合法性上来讲 这个就有待商榷 也就是说你用假离婚去达到一个 本身就是说可能你正常 你不能取得的一个利益 或者一个目的 那我们觉得这个 你是故意在规避这个法律和政策 那么我觉得首先从价值观上来讲 这个是不应该倡导的 第二个呢 确实这个假离婚 它是有风险的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合同啊 经济合同或者什么的 如果就是说意思表示不真实啊 或者怎么的 可能还存在说无效 或者可撤销的这种情况 但是离婚这个和身份关系 息息相关的这个法律行为 你一旦做了 就像刚才讲的 你一旦办了离婚手续 不管当时你是真离婚也好 假离婚也好 它都会产生离婚的一个法律后果 那么就像本案当中 最后是把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如果就有一些人 特殊情况迫不得已 非要这么做的 那实际上我觉得 还是可以就是说 通过一些法律手段 可以规避的就比如说本案 这个陈亮和刘芳啊 他们当时签了离婚协议 那么实际上他们可以再签一份 补充协议 对于这个房子的分割 这些再补充说 原来的两套房子属于两个人共有 那么我们讲后来的协议 是可以替代前面的协议的 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法律意识的话 非要去办这个离婚的话 那我觉得他可以签署两份协议 一份时间在前 另一份可以时间 比如说在后一天 那么在里面约定 这个房子仍然是双方共同所有 那我觉得可能就不至于 到他现在就说 陪了夫人又责兵 但是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呢 还是要从合理合法的角度来走 不要走这些表面上 好像觉得是专法律控制 但实际上呢 可能最后是损害自己利益的这种行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看你为了省点钱 为了买套房 你看陈亮最后的这个后果 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呢 确实是很不值得 所以呢 大家就会觉得 你看本来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都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但是呢 在很多情况下 在财产 房产面前 有的时候就变得轻如红毛了 所以呢 这样很严肃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应该严肃对待 不要因为其他的任何目的 就除了感情 却是破裂了以外 而轻易的去离这个婚 那么你既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都要有为此承担后果的 这个心理准备 好 那也再一次感谢 谭英律师 那大家呢 对这起案件 如果想获得我们的声音 及图文版的资料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假离婚 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推送了 那么对于离婚协议当中 最容易被坑的几个问题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公众号里面输入 就可以获得相关的文章 告诉您 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一些关键的问题 那大家也可以呢 对我们讨论的案件 您有一些看法给我们留言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有法律问题 向我们进行咨询 咨询联系电话 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见